新婚第二天 白淨廷为了气老婆 故意跑到酒家寻欢作乐 被受打击的宋毅 在婆婆的提点安慰下 重振其顾 指尖提刀砍上青楼抓夫 切身来接郎君回家 安心独暑 考取功能 你有什么 宋毅在这场戏中 更狂飙六百个字 一边痛视白淨廷的荒唐行径 一边将自己的委屈书发出来 希望丈夫能因此 努力上进考取功名 顾九四 你给我听好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也不管你到底怨不忍义 既然你说了这句话 顾家也把我取进了门 你就要对我负责 胜利剧下架上威逼利诱 白淨廷被宋毅 刀出求生育 成了七管炎 若是再感到这种 杂七杂八的地方 要么我杀了你 要么我用这把刀 我脖子死在你们家门口 听懂了吗 陆剧长风度轻松逗趣的欢喜 冤家剧情 让网友大赞好看到停不下来 更多精彩内容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到十点 在中天娱乐台播出 借李晨远在军台被采访报道 请订阅